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更好的服务中国玩家 并且腾讯不会太多干涉柯磊的开发 柯磊将保持创意和运营的完全自主权 当然了 是否真正如柯磊所言 还有待时间检验 毕竟也不能直说腾讯给的太多 接下来呢是一件好事 动视旗下位于纽约的VV工作室200多号人 正式进入到暴雪这一边 据暴雪内部的一名代表称 暴雪在与VV合作一段时间后 认为VV拥有长期为暴雪提供技术支持的实力 VV工作室最早在2005年被动视收购 曾参与了吉他英雄 托尼霍克滑板 命运和COD等多款游戏的开发 是很有实力的开发团队 另据彭博社的报道 暴雪在过去的一年中 在努力制作暗黑破坏神2重制版 现在VV并入暴雪后 将主要负责重制版的开发 其项目名称赞命为 暗黑破坏神2复活 动作RPG试血代码迎来评史第107元 游戏的故事设定在近未来的隔离城市中 玩家将扮演一名失忆的吸血鬼 及被改造过的人形兵器 在寻找记忆的途中结交伙伴 并挖掘出隐藏在绅士血液中的真相 游戏的战斗节奏很快 精力条比较耐用 但是在弹反设计上有些不足 不同服装的弹反动作延迟不同 使得很难精确把握弹反时间 更加鼓励玩家进行被刺和调空攻击 在地图设计上游戏存在部分缺陷 结构有些重复单一 场景缺乏辨识度 不过日式蒙人社与末日画风的结合 也算是一大特色 休闲解谜游戏3D找茬 现以上家Steam商店 售价25元 与一般平面的图片找茬游戏不同 本作的场景使用了3D建模 模型为低多边形风格打造 不过看上去很精致 玩家可以旋转场景模型 并进行放大或者缩小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对比 来找到两个微缩模型的不同之处 游戏内含草地灯塔海洋世界城堡和沙滩等多个场景 并配有风雷雨雪等动态天气以及悠扬的音乐 一开始游戏难度较低 后面观察会逐渐困难 一时解不出来不用着急 听着游戏内海浪声和雨声等白噪音 也舒服的不行 在APIC独战一年后 僵尸部队4死亡战争即将于2月初在Steam结束发售 本作背景设定在魔幻架空的二战下 玩家需要重返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 击败僵尸希特勒和他率领的丧尸军团 游戏的一大特色 子弹特写会继续发扬光大 玩家在X光下可以观看子弹 炸弹等破坏骨头和器官的慢镜头 欣赏脑花 蛋花和腰花的百花齐放 除了枪支武器外还可以爽快体验近战系统 用独特的格斗技能撂倒不死亡灵 踩扁丧尸的脑袋 十年炼金无人问 一招肉腿天下之 日系角色扮演游戏 《莱莎的炼金攻防2》 失落传说与秘密妖精 将于1月26日正式发售 目前游戏的预售价格为314元 我们店铺的标准版全球可以售价289元 本作故事剧情发生在莱莎 结束库肯岛冒险后的第三年 一日在岛上练剑的莱莎 受到了来自王都友人的一封委托信 所以决定前往王都并调查神秘之石 与同伴们一同展开全新的夏日冒险 巨座对探索动作进行了优化升级 玩家可以自由顺畅地使用绳索移动 或者抓取藤腕攀登山崖 在原来的战斗基础上 则加入了更多技能连招和道具使用方式 至于练剑系统 游戏则做出了相应简化 利于新手玩家快速入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 游戏CDK微店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 指出我们文案的错误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